这个菲律宾媒体12号公布了一个消息 说这个菲律宾的CNA的电视台 12号他的记者跟随菲律宾船只 前往了他们占领的中叶岛 他本想展示一下菲律宾对中叶岛的实际控制 同时也展示一下菲律宾对于南海拥有所谓的主权 尤其是即将要到国庆了 125周年国庆 但是没有让人想到的是这个菲律宾的记者 刚刚登上这个岛 菲律宾国内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在这个中叶岛向登岛这个记者发送的短信上面 赫然写着欢迎来到中国 Welcome to China 这个不仅仅是这个菲律宾记者收到这样短信 所以这个这帮记者登岛的所有的菲律宾人都收到了这样短信 这个是让菲律宾人很吃惊啊 就是他们自己的电信运营商啊 居然是给发了这么个短信 他们就怀疑啊 这里边可能是被中国黑了 菲律宾的CNA电视台报道说呢 该电视台的女记者跟随菲律宾渔民和游客 一起在近日登上了菲律宾占据的这个中叶岛 结果呢 船只刚刚靠近中叶岛的时候 船上人员就收到了来自菲律宾最大的两家电信运营商 Global和Smart公司 欢迎短信 短信上赫然写着欢迎来到中国 显然菲律宾记者啊 这个非常懵啊 他怎么能收到这种短信呢 中叶岛现在不是在菲律宾人控制下吗 为什么他到这个地方居然好像是出了国一样 咱们说收到这种漫游短信 欢迎来到中国 一般咱们出国之后 或者回国之后都会收到这种短信 那这个菲律宾的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Global和Smart公司 他这个基站发出来 这无庸置疑啊 就是在这个岛上的基站发出来的 按照道理来说 菲律宾的运营商 他应该是发布或者欢迎来到什么什么菲律宾 这种对吧 结果或者你什么也不发布 结果他发布一个欢迎来到中国 这种话是不应该由他这个菲律宾公司发的 欢迎短信 更多的应该 这个是什么呢 是来自中国的运营商发的短信才对啊 对吧 但是很显然这个岛上的基站 就是菲律宾的这家公司 这两家公司的 咱们知道菲律宾啊 这个南海这个岛礁已经被中国网络全部覆盖了 就包括中国渔民现在都可以这个直接看直播啊 直接刷视频直播啊 那就包括中叶岛 运营商的这个相关设备了啊 覆盖了 而且中国是不用在这射击站就可以覆盖 你可以想想啊 这个中国控制的这个啊 这个区域的面疆 其实三个队以前菲律宾记者前往中叶岛 网图炫菲律宾控制中叶岛这个实益 结果刚进入中叶岛 他的手机就自动接入中国移动网络了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啊 那就明白了 那是中国电信控制这个区域 然后呢 菲律宾的手机啊 当时显示还是4G啊 中国都已经5G了啊 所以很显中国移动已经是控制了整个南海区域的电信 可见中国对南海岛礁网络已经实现大规模覆盖了 通过菲律宾记者亲身体验已经知道 那接入中国网络就意味着这片区域是中国地盘了 显然对于当时菲律宾记者他很震惊 原因就是他不了解这个区域中国控制的深度 毕竟这又意味着菲律宾他登上 这个记者登上的是抢占的中国岛礁 估计啊 从那以后菲律宾啊 在这个中越岛可能要加强这个网络信号的这个覆盖啊 意思又压制中国移动的信号 其实对于南海主权问题呢 中国本身没有任何可争辩的 就是南海这些岛礁就是中国的 中越岛在内吧 都是 这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从这个台湾手里抢夺的 中国现在呢 对周边岛礁拥有绝对控制权 那当然这个电信覆盖也是一定 现在中国正在收回啊 逐渐的收回 所以现在菲律宾这帮人呢 其实啊 你什么叫井底直挖 你现在能理解了吧 就是井底直挖 跟台湾人一样了 他对中国不了解 所以才会有这种吃惊吧 对吧 菲律宾方面啊 郁闷在于什么呢 他们的运营商在中越岛所发的短信 居然也能出现 Welcome to China 这让他们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可能这些啊 这个电信运商被中国黑了等等 搞错等等 但是其实并不是啊 他们认为可能遭到网络攻击啊 包括这个记者也在编这种啊 这种新闻 其实菲律宾不知道 就是这里边实际就是中国领土啊 你来的这个领土 你指啊 你是什么 你是一直是靠你的非法手的 我相信中国 中国有能力在中越岛周边所有区域覆盖这个短信啊 全都是欢迎来到中国 那么中国当然也 那你能把这个短信全部覆盖 也就意味着中国有能力让整个南海岛礁收回啊 那么收回的这个制电子权 现在中国已经完全控制了 菲律宾方面现在啊 这些人我觉得是警体是吧 就他不了解现在中国的进步 也说他不知道中国的实力 因为他一直受的是这个 咱们说西方媒体这种啊 丑对中国丑化这种报道 现在就给连西方人看的那个 都是2000年左右的中国的一些这个画面啊 所以像他对中国人认知 还是处在中国给人打工那一期的 就他做梦也想不到 中国啊 这个这个能力的增强到这个份上啊 所以中国已经体现了自己的能力 那制电子权 制海权 制空权 那接下来这片区域是谁的呢 大家想想 反过来说啊 菲律宾连最起码的 他的这个基站网络都控制不了 被中国压制啊 就是你想想 他还能跟中国拼这个导礁控制权吗 现在想都不用想 现在就是因为中国太仁义了 我觉得太仁义了啊 只是在等待一天机会 菲律宾挑衅 这帮记者就是给中国一个借口啊 一个最后把他们轰出去的一个借口 让他们继续作 未来这些导礁是一定要收回的啊 那咱们谈到了菲律宾125周年啊 这个马克思 他这个总统 在这个菲律宾发表了的讲话 他说菲律宾绝不再屈从外部势力 这是菲律宾的125周年纪念日 马克思发表的这个讲话 不屈从任何外部势力 并强调要去除菲律宾人民身上贫困的枷锁 他在这个庆祝活动上说呢 让国家的经济增长汇集普通民众 是他责任 他说独立是通向国家发展的道路 如今我们已经抛掉身上的枷锁 绝不再屈从于任何外部势力 绝不让他们来左右我们的命运 为菲律宾解放事业献身的先烈 将为此感到自豪 马克思承诺尽力解决社会中的 不自由包括贫困和不平等 这些腐蚀性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使国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自由 我们将致力于消除这些不自由 消除饥饿贫困解除对人民的束缚 小马斯说 他说政府将执行明智的政策 包括菲律宾发展计划 以解决社会弊端 说在这条追求自由消除饥饿 消除冷漠和恐惧的漫长道路上 我将与你们同在 这个讲话咱们听完 什么意思 你结合菲律宾现在连电信 连他自己抢这个地方电信 都干不过中国 什么意思 他讲到了什么 他要发展 我觉得这一点就符合咱们之前判断的那套逻辑 就是什么呢 中国可能借着菲律宾挑衅 收回这个 人爱交 还原岛等等 包括还原岛建岛 那么作为补偿 就是给菲律宾进行投资 作为补偿 因为菲律宾要的就是发展 现在看的 这个小马斯讲完这话 咱们其实能深刻的感受到 他要让菲律宾摆脱贫困吗 那谁能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 有人说是美国 错 美国人到阿富汗 到伊拉克 到任何世界任何地方 他绝不会是到那个地方 给你消除贫困的 相反 他是要制造动荡的 他要制造贫困的 一定要注意 真正世界上能够消除贫困的是中国 美国自己都已经贫富差距那么大了 这个资本主义就是玩贫富差距的 所以你想想 真正这个能够让他消除贫困的 能发展的是谁 是中国 所以中国一定会信守承诺 就是给他投资 但是前提就是中国必须在 这个用和平手段吧 你菲律宾不能跟中国 咱们说撕破脸 中国用和平手段收回中国应有的东西 所以现在看的小马斯这讲话 没有跑出这个圈 我觉得小马斯还是很明白事